小妹妹 我可以向你问个路吗 你到哪去啊 那个血沟是从这上面走吗 就在上面 你是这上面的人吗 对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咱们俩应该不是平民人吧 也是啊 因为我小时候我亲戚在上面嘛 经常在这边玩 只是现在十几年没来过的 那你为什么走路不坐车呀 公交就坐在那一块 然后上去没有多远 那你上去干嘛呀 我去看我爷爷今天周末嘛 那反正我也顺路 要不你上来我赞你一段 你不会是个美女 你都让搭车吧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呀 害怕你是坏人 你看我像坏人吗 坏人又不写在脸上 你放心 说不定你爸爸妈妈我都认识的 因为我小时候我亲戚在上面嘛 我小时候经常在上面玩 真的呀 只是你年纪比较小 可能咱们没见过 你上来吧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 好吧 你走吧 你走路要走走半天呢 我知道你上面走都不好走挺远的 上来上来快点 小妹妹前面到地方你说一下哈 嗯好 那大哥你亲戚姓啥呀 我可能知道 我我亲戚姓王 没有姓王的呀好像 你们前面有姓王的吗 没有 是不是记错了 好像是就好像是姓底姓底对了 也没有大哥你不会真忽悠我吧 开车门我要下车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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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车你放心我绝对是好人不是坏人 来下车小妹妹 谢谢哥 哥到我喝杯水吧今天太谢谢你了 嗯行可以可以 哈哈哈 爷爷啊这爷爷是吧 我也太嫩了 爷爷耳朵不太 哦听你不太好 哦听你不太好是吧 多大叔叔啊 96 哇 这么大年纪的 那等我喝杯水啊 好好好 来哥喝水 好谢谢谢谢谢谢 有点烫 我先给你放着 好好好 嗯怎么没看到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出门打工了 哦平时就爷爷也跟在家里面是吧 对我周末来看一下他 哦那你还挺孝顺的嘛 对了你不是说你走亲戚吗 我亲戚应该是搬走了 因为我 小的时候在这里吧 因为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你接着呼吁我吧 我看出来了你骗我的 被你给识破了 那那你看爷爷应该给爷爷做饭是吧 啊对我就是过来给他做饭 这会儿到饭点了 那你能不能多做点给人家 嗯可以是可以就是粗茶淡饭 我怕你吃不惯 那没事我不挑食 那就好那就好 那你你歇一会我去做 行行行那麻烦你了哈 我不麻烦不麻烦 文娟你姓什么呀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金 我叫金雅慧 哎呦这名字挺好听的哦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我超哥这朋友 我叫大超 超哥嗯 真的你看你年纪挺小的 你应该还在读书吧 我没有读书了 哦那你应该有男朋友了哈 以前谈过现在没有对象 妹妹你说你前面有谈个男朋友 分手了 那那现在没有谈那么还是单身吗 现在单身呀 前面那段恋爱谈得太让人生气了 现在都不想谈恋爱 你也被想过 对 那你能是给哥哥分享你的爱情事吗 太狗血了 说算你都从这上去 有多狗血啊那你跟电视剧一样 差不多吧 那那那我你越说我也想听了 那你能给哥哥分享一下吗 就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嘛 谈了一段三年的恋爱 就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还是同株 他成绩比我好 然后高考的时候 我没有考上他考上了 然后我们俩就商量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出去读书 一个人另一个人出去打工 我就供他读书嘛 他家里条件也不好 你看我们家里条件也就这样嘛 肯定要有一个人出去打工 然后呢 后来他 读了四年大学之后出去上班工作 找了一个挺好的公司上班 那个老板娘喜欢他 又给他送车 又给他送房 然后他就把我放弃了 帮我甩了 这这你这 有这样的事情 对啊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啊 你怎么这么惨的 不挺惨的啊 那以后找男朋友一定得 擦亮眼睛好 那那你甘心吗 不甘心又有什么样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相信以后你可以遇到一个更好的 妹妹你一直在家里面吗 没有出去打工吗现在 没有前几年我还出去过 就是因为我从小嘛 就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我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 这两年 爷爷身体也不太好 奶奶前几年又去世了 所以我就回来现实找了新工作 还能多陪陪爷爷 没事的时候就上来看看他 挺懂事的呀 但一切太多了真的 是的 是的 可以一天是 满意运到人家嘛 是的 是的 现在你也挺相信的 辛苦你了 妹妹 不辛苦 好多多菜啊 加上面菜 那那要我嫁过我帮你嫁过 没事的话我自己来去 没事我帮你吧 没事我会嫁过 会会会 不舒服吗 我送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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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吃都是家床的 来来来 这边有镇子 哎 有镇子 来 这边房子里边有镇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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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吓孩子 我给你拿筷子 说二爷 来 超哥吃这肉 好 谢谢 谢谢 多吃点啊 不要客气 我不客气 还凑合吧 你也是啊 我尝尝我的怎么样 来 爷爷 挺好吃的 那个肉比较软 多弄一点 谢谢 谢谢 我自己来 你自己扎 不要不客气 你也吃啊 好 表妹 新年好啊 新年好 你是哪位啊 我是你表哥呀 我是你的表方表哥 表哥 我怎么不认识啊 不记得啊 我走的时你还小 你看现在这几年不见都是大姑娘了 我表姨娘在家吗 在家 你在摘菜吗 摘菜好了没有 摘好了 那那咱们回去 好 回家吧 好 表妹 嗯 我表姨娘身体怎么样 身体挺好的 你都不认识我了 现在我走的比较小 那个时候你还穿的开装裤 我走的时候 妈 来了个人 她说说表哥 好 表姨娘 新年好 我提了点东西给你 我是路过这边来看一下你 好 表姨娘 没在家吗 没在家她出门了 这么早就出门了 她曾经都走的 哦 你是男孩儿的亲戚 你是远方亲戚啊 远方亲戚 我怎么不认识你了呗 我那个时候还小 可能也没什么印象了 你贵心呢 我姓秦 你们这里是不是姓王 我们这儿不姓王 姓徐 姓徐啊 哎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那个时候我走的比较早 我也没什么印象了 那小了 有可能你记错了吗 大致我记得是这个地方 哦 那不好意思打着了 我走错了 哈哈哈 没得是没得是 不好意思哈 东西拿走 不拿走 这个你留着 东西拿走拿走 东西拿走拿走 哪有拿走 你吃饭了没有 没吃饭 没吃饭 没吃饭你到午吃一口电饭嘛 你怎么怨呢 嗯 你们还没吃饭吗 没有啊 都是不是亲戚到午吃一口饭嘛 哈哈 走走 那不好吃饭 我的菜 我的总采 不好意思哈 那东西我也提醒了 那不用提 不用提 那东西一会儿你提走 一会你提走 送给你们拿走 不用 有点尴尬的 哎表哥吃橘子 太客气了表妹 吃吃 好谢谢谢谢 我们应该经常做饭吧 没有 哈哈 表姨娘 嗯 你们这是不是有一个姓王的啊 是不是 有啊 很上那一家姓王啊 没事 你在这吃饭饭吃一会上去 哈哈哈 我带你上去 表妹 你怎么端这么大个锅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里面 这是里面燉的猪蹄 猪蹄啊 这是你们烧的柴火吗 嗯 柴火燉猪蹄太香了 表妹 嗯 你们家有没有养土鸡 养的有 不过吃完了 过年 那那太可惜了 哈哈哈 对了 表妹你 你平时在家里工作 还是在外面工作 嗯 在家里待的少 就是采茶的时候回来一下 平时都是在外面 哦 那你 给了老人朋友 啊 还单身呢 嗯 呀 表妹中天呢 不是单身呢 嗯 这个事情急不来 哈哈哈 对对对 慢慢往后 表哥吃饭 我天 整这么多菜呀 嗯 那怎么吃得完这么多 哈哈哈 没事慢慢吃 啊 那表姨娘来来吃饭 表姨娘吃饭了 好 来了 我都不客气了 嗯 嘿嘿 那吃饭喝点酒嘛 不喝酒 我也喝酒 不喝酒 不喝酒 那不喝酒 那个都拿来了 没事我们就吃菜就好了 这么多菜 光吃菜不喝酒 那表哥你不喝酒 我给你加点饭吃 好好好 少有点哈 不要太多 表哥吃饭 谢谢表妹哈 不客气 吃吧 吃好啊 你去做吃啊 你不要夹个猪蹄子嘛 自己来 我这个筷子 我不敢夹 这个人 哪个飘飘腰嘛 你自己呢 我自己来 我不客气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来 吃到吃不完 这也太饱了 哎表哥 谢谢 喝茶 你这茶还可以啊 嗯 这是我们这个子娘的复习茶 哦 是你们自己种的吗 是你们自己种的吗 嗯 你们还做茶业啊 对啊 我做茶业啊 嗯 太饱了 表妹表姨娘 欢迎师傅 你妈帮她 我也走了 好 那你慢走啊 好 等一下我给你拿两罐茶业 还送我两罐茶业 嗯 你去拿两罐茶业 那那那我也不客气 我收下来哈 谢谢表妹哈 拜拜拜拜 拜拜 慢走啊 好 下一次过来的游玩啊 好好好